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普吉岛九富盛名的拉姑纳区域 我会带大家介绍一下拉姑纳帕克这个社区里面的独栋以及连排的小别墅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米勒 首先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拉姑纳这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 第一个班牙翠耶荣品牌 这个品牌呢旗下有酒店有高端的别墅项目 第二个呢是安桑纳月春品牌 有酒店有别墅以及有公寓项目 第三个呢是卡西亚 它主要是公寓型酒店品牌 有酒店型公寓有住宅型公寓 那第四个整个区域里最大的住宅品牌就是拉姑纳 那么拉姑纳呢它有别墅 泰式的别墅呢通称为拉姑纳Village 那么近几年呢它也开发了现代风格的别墅 取名的叫拉姑纳帕克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拉姑纳帕克 这个社区里面的现代简约风格的有连牌有独栋别墅 接下来呢我就会带大家呢仔细从里面到外面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这套别墅呢它是一个占地296平方 拥有五个卧室五个卫生间的独栋泳池别墅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整个别墅的门前 它也是位于社区大门进来非常近的 并且这个别墅门前的这条路也非常的宽敞 现在呢我就带大家进来我们来参观一下 首先进来之后呢是看到是它的车库 车库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宽敞的 然后车库右手边呢就是它前院的一个标准泳池 三乘八米的标准泳池 那这个别墅它是一个独栋别墅 左边有侧院右边还有侧院 那么现在呢就跟我一起先到室内来看一看 我们讲过这个别墅呢它是现代风格的别墅 所以进来之后你会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简约现代的这样一个风格 整个别墅呢共三层 我们也介绍过有五个卧室五个卫生间 我们先来看现在进来的第一层它的布局 第一层进来呢还是比较通透 右手边呢就是它的客厅区域 这个房子虽然也有几年的历史 但是业主啊一直在做短桌保护的非常好 你会看到干干净净所有的家具电器配套 非常的齐全 方方正正的客厅区域有电视柜 茶几啊真皮沙发 并且呢整面的落地玻璃超面笑泳池 那么客厅这一边呢是餐厅区域 这里啊放了一个巨大的能容纳10人同时就餐的 这个餐桌 餐厅区域呢也非常的通透 因为餐厅的这一面呢又是通往侧庭院的这样一个落地玻璃一门 所以整个开放式的客厅和餐厅呢光线非常好 非常的通透 那么这边客厅餐厅参观完咱们继续往前走 在我左手边这里呢它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中厨 这样的厨房啊很多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一个需求 这个厨房走进来呢是这样一圈的橱柜四个燃气头的燃气灶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应寄全 在我这边呢有采光窗 右手这个门呢出去以后是一个户外的洗衣房 同户外的一个小门 那么在第一层的这个空间呢除了客厅餐厅厨房 供用区域 它还有一间卧室 这间卧室呢也被大家称为啊长辈房 我们进来可以看一下 那这间卧室并不是很大 但是应有尽有 你也可以看到业主的布置也非常的齐全 什么东西都配好了 干干净净的 双人大床 白色的衣柜 小小的化妆台 然后这个房间呢别看它小 也是套房是连接卫生间的 有两个门里面可以进 这里可以进 同时这个卫生间可以作为一层的公共 卫生间 那这样整个一层呢带大家参观完 咱们上楼看一下二层 我们现在来到了二楼 来到二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布局 对着楼梯进来呢 这里是二楼的一个小客厅 一个休闲区域 这个客厅呢采光非常好 因为它呀连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户外阳台 那么以这个客厅为中心呢 右手边主卧左手边两边客户 咱们先来看一下主卧 主卧进门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布鲁式的一个衣帽间 梳妆台这些配套的非常的齐全 这边呢是卫生间 我们先来看卧室空间吧 这个主卧空间呢明显的是面积上也比较大 那么在这个主卧里呀夜主的布置呀明显不一样 一种白色美式风格的这种四架床 床也很漂亮 床两侧都有采光窗所以这个房子我觉得它设计上一个优点每个房间每个区域都非常的明亮 除了采光窗以外这个卧室呢也连带了自己的一个大阳台 那整个卧室里面配套的家具都是白色的这种风格 也是非常的齐全 那么看完卧室呢我们衣帽间看过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主卧配套的卫生间 那这个主卧呢也是面积最大的一个 你看它有靠窗的这个独立的浴缸 右手边超大的洗手台 淋浴间马桶间 所以这个虽然是几年前的设计 但是放到现在来说也是足够用了 我们再来穿过这个二楼的客厅到另外的两间客房来看一看 那么它这个房子所有的房间都是带卫生间的 我们先来看左手边第一个客房 那客房就是客房的标准 面积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也是非常标准的双人床 采光窗 衣帽柜 这些东西应有尽有 然后在业主的精心搭配下还非常的漂亮 那左手边这边呢就是卫生间 那这个卫生间也是两个门的 这个房间有一个直通的门 还有一个外面还有一个门 那这个卫生间呢是既是这个卧室用 也是二楼的一个公共用的 那再看右手边的第三间客卧了 那这间客卧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标准都差不多 面积都差不多 我们看的是主要看它是这个房间的这个采光层高 然后它的布局 尤其是20房 我们可以看它现在保留下的这些家具 目前我们来看 业主保留下来这些床 这些家具 这些橱柜 基本上不用大的改动 还是都挺新的 还是可以用的 床衣柜 还有化妆台这一些 那么它也有自己连带的这一种卫生间 也是一个套 我三个房间参观完 二楼我们就参观完了 现在呢我们还要去三楼来看一看 整个三楼呢就有一个房间 同时有一个超大的露台 我们先来看一下房间 三楼的这个房间进来以后 你会发现这么大 这么明亮 原因我们来看一下 三楼上面这里加宽了整个一圈的这种采光 挑高的这种窗 所以呢整个空间格外的明亮 其实三楼这个房间呢 如果你不放床 它可以放成多功能的啊 办公室啊 学习的房间或者娱乐的空间都可以 这个呢是业主给它放了三个床 因为业主在用它来做短租嘛 这样的话容纳的成客人的数量会比较多 那在租赁市场上就会更加的有优势 那这个房间呢除了面积大通透光线好之外呢 它有两个阳台 一个小阳台 右手边这边呢 出去了就是这个大的露台 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露台呢是一个L型围绕的整个三楼 这个房间来分布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大 可以把它称为是空中的庭院 那这个庭院呢一组并没有做任何的装扮 如果你买下来的话可以放下遮阳伞 种一些花花草草 把它打扮漂亮一些 所以这个空中庭院呢 其实利用率还是挺高的 参观到这里 整个房子三层参观完了 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大家都非常喜欢 拉姑那区的房子的原因啊 是这里有完善的配套 这里有高尔夫球场 社区内有这个医疗中心 购物中心 甚至有儿童乐园 整个社区又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 这个房子不仅仅是一个小别墅 它还有附带的整个的社区价值 我们再说一下它的价格 占地296平方 五卧五位呆勇士 售价呢是2660万泰铢 那么说在296平方的别墅里边 这个价格算是有点贵 但是呢 在五卧的别墅里面 这个价格又算是比较合适的 那这个房子呢 既适合自住 享受社区配套 又可以做投资 因为它有足够多的房间数量 做短租做长租啊 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房子的话 尽快的跟我们联系吧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